選人從上午就卯足了全力衝刺 侯友宜帶著市議員候選人 在土城掃街 那麼林佳龍呢 則是在立法院長游錫坤的陪同之下 在新莊敗票 但是就在選前這個敏感時刻 新北市兩歲男童恩恩的爸爸 公布了一支紀錄片 侯友宜簡短回應說理解家屬 遭到林佳龍批評相當冷協 新北市交給同市長了 送香蕉討吉利 新北市長侯友宜 當母雞和候選人小雞合體 在土城掃市場緊握每一雙手 選前最後黃金州 對手林佳龍則是和立法院長游錫坤合體 在新莊掃街 林佳龍自己擔任麥克風手 向每一位市民打招呼 但有資深媒體人表示 林佳龍選北市可能還有一面 戰場在哪裡 戰事就在哪裡 沒有假如的問題 我就是希望能夠讓新北大判新 不過也就在這個時間 李選舉不到一周 因新冠肺炎過世 綜合兩歲男童恩恩的父親 公布了一支紀念恩恩的影片 侯友宜這樣回應 理解家屬的心情 我們好好地把政見論述 讓大家清楚好好做事 當事人都是感覺到非常的悲憤 那侯市長一聽到恩恩案 他直接就是轉頭離開 這一幕看在他的眼裡是心死 恩恩案事隔七個月 選前在線話題 侯友宜和林佳龍的應對方式也沒有改變 記者會在雅月達新北創報道